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补充一下 近一周我们的世界疫情走向 因为上周的直播内容里面塞的太满 所以只好延后疫情相关的情报 今天我们就来补充一下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以及关注小铃铛 叫老师下次更新视频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好 现在世界的疫情我们看到了 在亚洲地区产生的部分国家的反复 欧美地区面临到了一个新的疫情高峰 但是整体来说 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出来说 整体是下降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人所贡献的功劳 他从一日40万降到10万以下 就可以完胜欧美地区或是半个地球 单日新增病例的总数了 所以美国疫情部分的好转 其实基本上他会慢慢的渐入加进 接下来我们看看世界疫情本周的单日新增病例数的金榜排行榜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卫冕者足球王国巴西 巴西的单日新增病例数 本周高峰来到了近9万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回报是89000多人 以这个数字来看是比较难控制的数字 因为巴西的贫民窟人口的数量 基本上是难以估计的 所以这部分的数量水分应该不会比印度少了太多 但是目前巴西已经开始跟中国以及俄罗斯采购疫苗 接下来就看巴西政府 要对中国跟俄罗斯释出多少外交上的善意 来换取中国跟俄罗斯的疫苗援助 但是如果想在短期之内缓解巴西国内的疫情 那是比较难一点的 巴西部分至少等到7月以后才可以进入和缓期 这主要原因不是病毒太强了 还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领导人对国内的疫情控制 并不这么理想 第三名就是侠带着王者归来的气势 病例数在民粹的精神下贸然解封之后 病例数突然飙升的世界民主灯塔 也就是美国 美国目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达到了最高将近8万人 有回报的数字是78,900多人 当然这是本周的高峰值 不是他每一天都会这么多 平均7天的数字来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回报 大概是63,000人 美国这个病例的高涨 当然就是因为共和党籍的各州州长 实行了民粹来跟拜登政府的抗衡 而进行的贸然解封作业 所造成的相关问题产生 但是基本上拜登政府目前要实行的 就是加倍的施打疫苗的总数量 希望能够在4月底之前达成2亿人的施打 完成这些疫苗的一些部件 更希望扩及全美97%的成年人都有资格前往施打 在这种快速的进度之下 基本上美国在6月前完成大部分脱离疫情的泥沼 这概率还是颇大的 而美国一旦完成了7-8成以上的百姓去施打这个疫苗 基本上就可以有机会达成群体免疫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预见的疫苗在下半年 有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基本上欧美的疫情就可以获得比较好的控制 这次问题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美国用优势的财力以及外交的手段 囊瓜的世界上大部分的疫苗 所以欧洲才会产生疫苗不足的问题状况 不过在这种瘟疫之下 任何国家领导人都应该优先保护自己的本国人 才是最优先的义务 所以无论是特朗普或是拜登 在疫苗施打的部分 他们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第三名就是亚洲地区 与单日新增病例处最高的文明古国印度了 印度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已经暴增至6万8千多人 这个数字老师认为还是有水分的 而且短期之内应该还是会形成向上增长的曲线 印度内部的疲弱经济 以及农民工的抗争 都是加剧瘟疫的蔓延速度 第四名是法国 法国的案例比较特殊 为什么 因为法国本周的巅峰 单日新增病例处是达到了6万4千人 但是也仅仅只维持了一天 7天平均的单日染疫人数 他约在37,000人上下徘徊 但是这个数字也足够让野心勃勃的 法国现任总统马克宏 足够提心吊胆了 马克宏之前被认为是欧盟的明日之星 他不但年轻 有远见 有魄力 而且有朝气 但是现在状况之下 如果没有获得很好的疫情控制 他要继续连任机会 就会日渐减少了 其实这真的是马克宏自己的问题吗 其实大部分都知道 这其实是民族性的问题 基本上你要法国人这种浪漫的情怀 不允许他们维持好一定的社交距离 或是口罩你要不理脸 基本上是比较难的 所以马克宏他也尽力了 但是民族性的自由做使态度 也是属于一种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无法可管的模式了 第五名是波兰 波兰单日新增病例数来到了29,000人 本日最高峰是35,000人 以这个数字来看 波兰理论上会遇到盘整期 但是应该还是会维持在3万上下的数字 持续增加的几率应该是不高的 第六名是土耳其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在2万人上下徘徊 土耳其基本上控制疫情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们本身的意识形态 不会比现在的欧盟成员国来的深 是比较有弹性的变化 所以对于俄罗斯或是中国的疫苗 接受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目前现在土耳其正在大力施打的中国疫苗 土耳其的卫生部长 他争取希望在5月底前 施打完成1亿5000万剂的疫苗 但是土耳其的总人口也只有8800万左右的人口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他就希望在6月之前能够让全土耳其的百姓 都能够接种2剂的疫苗 所以说他的前景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第七名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单日新增病例大约在2万上下徘徊 意大利的部分老师认为他也在盘整期 但是未来盘整向上冲刺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夏季的到来无法阻挡意大利人的奔放以及自由 包含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度 所以基本上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第八名是菲律宾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喷到了9400多人这个数量 这个部分是比较意外的 不过以曲线来看 菲律宾的高峰应该会落在12000到15000的作为顶点 理论上都不会超过这个峰值 而且下降的几率是还是蛮多的 而虽然人口比例来说 这个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它是好过欧美国家的问题 但是基本上这个数字也是不容小觑的 第九名是匈牙利 单日新增病例也在9000人上下徘徊 以匈牙利来看 未来还有持续增长的空间 住在匈牙利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第十名是我们的战斗民族 俄罗斯 俄罗斯重返世界前10强的舞台 俄罗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数字 来到了8900多人 虽然俄罗斯重返前10强 但是基本上他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是下降的 这也代表了除了欧美以外 大部分的地区单日新增病例数是下降的 所以才会让俄罗斯又回到了前10强 而俄罗斯的疫苗叫做卫星5号 有效性也经过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肯定 属于高效疫苗 而欧盟地区也开始愿意尝试俄罗斯的疫苗 这点真的是外交上面的一个长足进步 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欧盟是在脱离美国的同步的脚步 能源上他会采取俄罗斯的北溪二号的天然气输售管线 达成能源多元供应 不是只靠美国一船一船再来天然气 疫苗上如果又让俄罗斯跟欧盟去交好 那么美国未来控制欧盟的力度又更弱了 所以说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不断的游说德国 要继续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管线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说什么自由人权都是其次的 最主要就是维护美国单方面的利益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上周所看到的新冠病毒 单日新增确诊的世界前十强 这些资讯老师都是取自于世界卫生组织 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正不正确 老师就不知道了 另外其他地方例如伊朗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为8700人 荷兰7400人 加拿大已经略为增高到4500人 而印尼单日新增4000算是已经降低颇多了 英国3800人 日本有微幅稍微增加到了 单日新增近1800例 这可能是因为要准备即将来到的奥运 所增加的染疫风险 而马来西亚已经降到了1300人 但是可喜可贺 而爆发南非变种病毒的南非 已经仅剩单日新增病例为965人 南韩部分还有380多例 这个数字就比较危险的 有没有可能像印度一样 维持频繁太久都突然爆发起来 这是值得注意的 澳洲现在有18例 增加的还蛮多的 因为之前他只有10例以下 新加坡12例 这些都是每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而不是一周的总数 所以说疫情它还是在延续 但是虽然力道没有这么强 只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 这各位一定要注意的 那么以这些病例数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还可以正面的评价 基本上后疫情时代距离疫情的结束 新冠疫情的结束已经不远了 各国的政治以及经济角力也在暗中布局 要在完全解封的那一刻 全力的奔跑出来 把经济吹鼓起来 所以未来的政治意识 不一定会强过经济意识 而亚洲的部分 大致上除了印度之外 都可以说是受到比较相对稳定的控制 菲律宾跟印尼的问题 最终还是可以透过中俄两国的疫苗 外交的挹注下 走到一个新的局面 节目最后老师必须要说一下 世界的齿轮是从来不停下脚步的运转 人的青春跟岁月也是一样 每一天能让自己多感觉多进步一点 多看一点书 多增加一点奇怪的知识 也是一种进步 当人脑装的东西越少 你的情绪波动 以及疑惑就会越大 所以学习就是人生圆满的重大邀件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